杭州已经成为安保措施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 包括部署数万警察以及街头那些戴红袖章的老少巡防志愿者 企业商店关闭 900万居民绝大多数纷纷出城 这些并不令人意外 中国社会控制严密 G20峰会对北京简直太重要了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民众没有怨言 无处不在的安保措施已经成为网上许多人不断发泄的话题 只通报了姓氏的这位王先生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 他说会议在我们杭州举办 还有一个就是确实也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措施就是过于严苛了吧 我觉得真正有什么测试情况的话 未必能检查得出来 亚当·列文在杭州拥有三家牛排和汉堡餐馆 由于这次会议 其中的两家不能开门 虽然六个月来很混乱 但是他说他理解安保官员身上的压力 我希望表现亮丽 乱子最少认为 世界上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件 使当局的焦虑雪上加霜 欧洲的恐怖袭击 美国的毒狼袭击增加了当局的恐惧和不安 很多人已经出城 政府准许居民七天带薪假期 人们会如何得到补偿还不清楚 一位杭州居民说 如今这座城只是一座空壳 很热门的景点或是一些小区平常是 你经过你每天经过它人非常多 但是只有到了这个时间节点 很多人腾空了 而且我们还在开玩笑说 这个应该是杭州人第一次那么愿意出去 那些依然留在城里的人也别无选择 只好待在家里 因为大部分商店都关了 人们听到保安人员抱怨说 他们只能吃方便面 尽管许多人希望杭州主办G20峰会 可以提高这个城市除了旅游目的地以外的形象 不过严密的保安也许抢走了这座历史都城 展现其最重要资产的机会 这就是杭州的人民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杭州报道